这群外国人正在统治NBA 寒点现已十大国际球员 第五位 鲁迪 戈贝尔 不能知道戈贝尔当年有多差劲 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局势的那几年打成了NBA第一防守铁闸 三次拿下最佳防守球员 并且还拿下了5年2.05亿美元的超级底薪 但他最近几年因为脚步移动太慢的球员的奖项 第八位 卡尔 安东尼 唐斯 多米尼加 唐斯当年的选秀前景是十分巨大的 一个身高2米13 动静太天赋全都拉满的中锋 并且还能投三分 脚步移动速度极快 进攻和防守都非常的强 完全就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奇才 而唐斯前几个赛季 也确实如他选秀时的预测一样 攻守俱佳 场均25加10的数据 并且三分球命中率可以达到40%左右 可以这么说 唐斯就是NBA历史上三分投的最准的中锋 但他在爱德华自来之前 完全就是一个数据刷子 虽然入选过全明星 但他的带队成绩只能用西弹来形容 本赛季由于森林郎集体发挥出色 唐斯也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准 数据虽然有所下滑 但他打出了比以前更强的影响力 比七位 多曼塔斯 萨伯尼斯 立陶宛 小萨作为老萨伯尼斯的儿子 他从小就接受着十分专业的篮球培训 立陶宛也是一个篮球强国 所以他一直都有极高的篮球智商 小萨虽然没有他父亲那么高大的身材 但他的侧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现在他是联盟当中第二好的组织中锋 他现在是国王的进攻轴心 他负责串联球队 本赛季小萨场军可以得到 19.9分13.1篮板和8.1助攻 打出了接近场军三双的数据 并且他的篮板数也是全联盟第一 有望拿下本赛季的篮板王 虽然小萨的防守能力很差 但他进攻能力却是极其强大 虽然拿总冠军不太可能 但对于他这种球员 能进全明星和拿大合同就够了 第六位 贾马尔 穆雷 加拿大 穆雷和小萨是同一年的新秀 当年他的选秀模板可是库里 穆雷的持球头三分能力是顶级的存在 在刚开始的几个赛季里 穆雷一直饱受伤定的困扰 这就导致他状态十分不稳定 但上赛季穆雷商誉复述之后 他又展现了自己顶级持球头三分的能力 在季后赛中大杀四方 帮助绝金拿下本冠军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本赛季穆雷场军可以得到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0% 虽然出钱率并不高 但他只要在场决金往往都能赢下比赛 今年的决金依然是总冠军的有力获得者 但穆雷似乎并不喜欢打国际比赛 如果他能加入加拿大国家队的话 那么加拿大将会成为美国的最大劲敌 第五位 SG亚历山大 加拿大 亚历山大的也是加拿大国际 当年亚历山大作为首轮11号秀 在快船时就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后来被交易到了雷霆之后 有了无限开火拳 亚历山大疯狂练及了好几年 直到上赛季终于兑现自己的天赋 亚历山大场军都能赞到了30分以上 不得不承认 罗格兰杰里维斯特的眼光 他不光是通过交易换来了亚历山大 当年科比和克莱汤普森也是他选中的 本赛季亚历山大率领雷霆 打出了西部第一的战绩 本人也是打出场军30加的数据 如果雷霆队能够保持住西部第一的战绩 那么亚历山大很有可能会 拿下常规赛MVP第四位卢卡 东西奇 斯洛文尼亚 东西奇是传统的欧洲天才型球员 就像是当年的金铜卢比奥一样 还没有进入NBA的时候 十几岁的年纪就在当地的职业联赛里大杀四方 18岁时就称霸了欧洲篮盘 早早的就锁定了NBA的席位 但他进入NBA之后打得更加离谱 加上本赛季一共打了六年 拿下了四次一阵 并且入选五届全明星 今年肯定会再次入选一阵 恩比德受伤之后 东西奇本赛季场均得分达到了34.5分 他还能去竞争MVP和得分王 最可怕的是 他现在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巅峰期 第三位 乔尔 恩比德 卡麦隆 法国 美国 作为NBA里的国际旅部 恩比德堪称是三姓加奴 本来所有球迷都以为他会代表法国出战 但去年恩比德突然宣布加入美国国籍 并且很有可能会代表美国 出战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而且美国梦之队在近期 也放出了41位候选名单 其中恩比德就在其中 到时恩比德本来要代表法国出战 现在代表美国队了 还去人家的地盘打比赛 恩比德可能会被喷死 但近期恩比德半月板受伤 如果接受手术的话 可能直接会赛季报销 这样夏天的奥运会可能就不会参加了 也算是避免了这样的尴尬情况 第二位 字母哥 希腊 字母哥 作为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虽然字母曾经也是尼日利亚人 但他父母是移民过来的 所以字母从小就在希腊长大 字母哥是现役联盟攻防一体最好的球员 虽然他的投射能力不够出色 但字母哥毕竟拥有着很强的冲击力 他冲起来根本就无法阻挡 字母哥从拿到MVP那个赛季开始 他一直都是NBA里前三的运动员 本赛季 雄鹿队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战绩这块也不算太长 他本人的数据也是同样出色 场均可以拿到31加11加6的数据 在未来五年之内 字母哥依然会是NBA里的顶级巨星 第一位 尼古拉 约基奇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南篮一直都是欧洲的老牌竞旅 前有迪瓦茨和佩甲 后有德拉基奇和伯格丹 而约基奇身为一名二轮秀 却完成了逆袭 不仅两次当选常规赛MVP 去年也是成功登顶拿下总冠军 现在很多美眉 已经把约基奇看作是NBA现役第一人了 因为上赛季决金实在是太猛了 完全以碾压的姿态夺冠 而本赛季绝今作为未免冠军 依然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而有了约基奇的加入之后 今年的塞尔维亚南篮如果阵容齐整 他们绝对会是世界八强十一